传递资讯分享心情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荡漠小说中 我们常常能看到金学虎城这一地名 它埋藏在茫茫大漠之中 里面藏有无数的宝藏 原本大家都以为 这是作者为了吸引眼球而度转出来的 但是没想到 历史上还真有这么一个国家 据史料记载 汉朝时金学国身处西域 尽管国家面积大 但人口也就只有现在一个村庄的规模 而此后这个国家就神明消失了 上世纪初大批西方人涌入我国 其中就有一批人是干考古的 他们名为考古 实为盗墓 导致我国很多历史遗迹和文物遭受破坏 令人倾刻不已 这批人为了寻找文物 还特意跑到了新疆 最终以斯坦伊为首的遗伙人 在新疆当地有了中大发现 发现了尼亚文化遗址 也就是金学国的所在地 消息一出随即重新世界 遗憾的是墓葬已经被盗 墓中没有留下有价值的文物 但专家却在墓主人服饰上 有了经年的发现 墓主人手臂上的一块旗帜 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这块旗帜长18.5厘米 宽12.5厘米 当然最令人惊讶的 还是上面的八个大字 五星出东 包立中国 专家一看到这几个大字 竟则是目瞪口呆 经过考古研究 这句话是古代的占星用词 古代的五星聚会 对中国是极为有利的 根据天文学家推算 这种五星连珠的天象 在历史上出现过三次 第一次是唐高祖时期 第二次是武则天时期 第三次是伟后当政时期 根据推算 中国下一次五星聚会的天象 将会出现在2040年9月9号 随着中国这种天象奇观的出现 中国很有可能进入繁荣富强的新阶段 那么到了2040年时真的会实现吗 日子你怎么看呢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